跟着我再一次前往日本 展开极上的美食之旅吧 各位观众 让我们移动脚步 来到位于日本九州中部的熊本市 大家都知道 熊本熊是熊本市非常知名的吉祥物 但是近年来 因为日本政府大力推动熊本熊的保育计划 使得原本就没有天敌的熊本熊大量繁殖 当地的居民们 为了解决野生熊本熊数量过剩的情况 就推出了这款顶级的 熊本熊当日献抓 野生熊本熊也未便当 搭乘九州新干线 经典的恩奇百系百锤式 空气弹簧倾斜式列车 就决定去这里了 在过弯时会轻轻摇摆在新干线上 来品味经典的顶级熊本市 当日献抓野生熊本熊也未便当吧 哇哦 首先拿起由米兰小铁匠精心打造的塑胶西洋键 轻轻地往熊本熊的印堂插下去 经过这样的测试我们就知道 这个饭团是没有毒 可以食用的 刚刚插的熊本熊很痛 给他一颗樱桃 安慰他一下 当日献割熊本熊无辜淡玉子烧 当日献摘熊本熊香脆香肠 当日献买熊本熊亲自挑选可德基炸鸡块 最后来品尝看看 当日献抓的野生熊本熊饭团的滋味 好吃啊 天哪 我这集到底介绍有什么鬼东西啊 我这集要来吃的是经过日本网络票选全九州排名第一的 我才不告诉你呗 ปle wood station 阿 BBQ 阿哈哈 阿 阿 阿